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我从来没说什么呀 阿们的事情没有办好了没有 事情没有办好 事情是没有办好 家阿们我从来我没说什么呀 我只是说的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没有说的是我说他坏坏了 他从来没说过你什么 那我说了他什么嘛 我说的是我们两个没有缘分 那就是什么了嘛 那没有缘分就没有缘分 你们就在这里说 我说了他坏坏什么嘛 我说他不好吗 我说他说他打我了吗 他人家也没有打我呀 我也没说他什么呀 是不是雪儿破坏成雪都你们两个分开了 家阿们不要在 不要在这里带节奏了 我们就是没有缘分 就没有缘分就没有缘分 雪儿他们两个的话 我跟他离婚是2021年 1月15号离婚 雪儿他们两个是三月 就一个月吧 一个月就他们两个结婚了 但是我还没有结婚 我一直还没有结婚 一直还没有结婚 但雪儿他们两个这些事情我不知道 哎呦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家阿们 你们就别说什么 怎么等等之类 真的我也不知道 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嘛 家阿们就是呀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嘛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嘛 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男朋友 小都从来没说过 你做的自己好 他从来没说过 说明我已经是 说明他的眼里 我没有那么坏 他说过是他 是不是 他说过 他的前面那个是嫌弃他 是不是啊 那雪儿有没有说他坏话 那我 没有说过 说明是我已经是什么人了 是不是啊 家阿们 所以说你们 有些事情你们就没必要 那就是坏 不用你说了 那是他们在这里带节奏的嘛 我也就是 就是我们是没有缘分 知道吗 家阿们 阿们的退婚了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他的事情没有退婚 你前夫也不是好人 好不好人 你们去了解他就行了 坏不坏人好不好 是你们去了解他就行了 家阿们是不是 因为我也不了 对人家从来没说过 说明我也没有什么 是不是 家阿们是不是 小冬花你家女儿了吗 什么意思啊 好男人要找四个三个老婆吗 呃 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之间没有 不行的话是没办法 对不对 他对 是没有缘分就没有缘分 你们有没有想联麦的 小联麦就跟我说一下 有没有想联麦的直播 就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只唱三万了是不是 就是只唱三万了 对只唱 只唱三万就可以了呀 阿们也在直播 没没没我不我不脸我不脸 来有没有想联麦的 你们就你们就自己自己自己脸我 你们自己脸我啊 嗯 哇 谢谢啊 他就是个花戏 别带节奏了家阿们 我们也一起玩过的 你们也知道我的那个视频了吗 是不是 啊我不敢不敢得罪 不 不是我不是第一个老婆 我是第二个老婆 我不敢 我我有什么不敢 只是没有缘分就没有缘分嘛 还没 还没必要就再去说人家的事情嘛 是不是 分开就分开嘛 是不是 你们今天一起玩过了吗 我们昨天一起玩过了 你们一看就那个有些人发了我们两个的视频嘛 你们就知道了嘛 一起玩过了 我不知道 我的话 我的话我跟他离婚之后 我出来我就不 我就不找 我不想再去找做第二个老婆 好做嘛 男子 就是 什么都调好的 但是做好妈比较难 就是你知道吗 做好妈 好妈 不是 这不的话 做好妈的话 我跟你们说 又不能打人家 小孩 小孩生气了 又不能打 小孩 调皮了 又不能打 要是自己的孩子的话 随便打 是不是 但是你做好妈的话 你人家小孩 调皮了 怎么样 都不能打人家的 知道吗 所以说家们 安姐喜欢你 家们是不可能的 安姐 人家 你们都不是带节奏了吗 她不喜欢离婚过的女孩子 我已经离过离婚过的女孩子 虽然我是没有办过结婚证 但是按照我们的预祖叙述来的话 已经办了九席了 是不是 阿莫你和陈晓冬吗 只是不敢说 我们有些人关注晓冬 六七年了 其实家们 分开就分开 没必要在任何之间说什么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没必要去说 毕竟我们做过夫妻一场 是不是 夫妻一场 那就是是不是 那就是是不是我们 我们没必要 就说任何之间的事情吧 是不是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承磨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 共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了